常看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比较少做笔记本的评测 不过Elegan的笔记本评测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固定做个一两支 这也先说明不是我不想做其他品牌的笔记本评测 而是没什么机会去做 所以如果有其他品牌方看到这期节目 觉得我的评测做得挺不错的 别欢迎联系我 打完了广告 现在就来正式分享这款来自Elegan的Volkan NS ArcFly Edition雪白版笔记本电脑 先来看看这一款Volkan NS-AE笔记本电脑的配置 CPU采用了Intel Core i7-14650HS 这是一款拥有8个性能核心和8个能效核心的处理器 显卡方面搭载了GeForce RTX 4060 8GB Laptop 功耗为140W 记忆体内随速双通道的收定DDR5 我手上的这一台是双16GB组合合成的32GB DDR5-5600的配置 硬盘则是金斯顿的MV2 ETB 屏幕是这一款笔记本的一大亮点 配备了15.3英寸16比10比例的IPS屏幕 分辨率为2560x1600 刷新率高达240Hz 然而它的起步售价高达7599令吉 你们觉得这个售价如何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有点偏高 相较之下普通黑色版的Volkan NS 起步售价只需5,699令吉 但配置上也有显著差异 处理器是AMD Ryzen 78845 HS 显卡则是降级5V RTX 4050 屏幕刷新率也就只有120Hz 尽管黑色版的价格较低 但我个人更偏爱白色版的外观设计 因此综合来看 如果要选择Volkan NS 我会更加推荐AE雪白版 Volkan NS主打在足够轻薄的同时 有着强大的硬件性能体验 它的机身在2.14公斤 厚度在20.3mm到22.6mm之间 不得不说在轻量化上做得还相当不错 再加上机身面积只有15.3英寸 你们可以看到和我的Mainable Pro 16 连在一起 Volkan NS明显小了一圈 另外原厂提供了240W氮化硅供电器 体积也比一般的240W供电器小很多 结合笔记本本体的重量 整体重量也只在2.76公斤左右 然后来看看Volkan NS的外观与设计 除了屏幕以外 机身的ACD面均为金属材质 同时采用了电有工艺 使得外层呈现高质感的纯白色 这也很有可能也是由于更换了全新的代工商 整体的质感相比起过去的款式明显提升了不少 机身A面非常简洁 只有一个ELEGAL的logo B面是一块四边等宽的屏幕设计 边框不是很宽 整体观感还是比较耐看的 屏幕面板来自京东方 型号为N1153QDNNZ1 是一块15.3英寸的IPS面板 支持2560x1600分辨率 同时拥有240Hz的超高刷新率 屏幕的参数也非常强大 实测也确实能达到240Hz的表现 屏幕色彩表现部分 经过实测 SRGB设意覆盖达到了100% Adobe RGB为80% DCI-P3设意覆盖为82% 最大亮度为591nm 对比度最高为1080x1 在色族色色中 48升的最大色差为3.17-1 PG色差为0.90-1 表现还算不错 唯独在蓝色这一块表现 有一点差异 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C面的纯白设计非常的顺眼 而且键帽与机车的颜色也非常的一致 而这里做的相当不错 另外即便是采用了15.3英寸较紧凑的面积 还是配备了数字键盘和完整裙高的方向键 整体键盘设计虽然紧凑 但用起来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一次线盘手感做的挺好的 打字时的回弹比较直观 同时也比较干脆利落 这里我就放出打字眼视体验供你们参考 键面下方搭配了一个大号的玻璃触控板 我个人用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在按压的时候不会出现新变的问题 整体的稳定性与质感都比较可靠 键面右上方有一个独立的电源键 旁边是模式切换按键同时配有灯光显示 在不同模式会显示不同颜色的灯光 我觉得这一点做的非常好 对于高强度的笔记本用户来说 不同使用场景需要切换不同模式是非常普遍的操作 而通过灯光颜色来区分当前模式 无需重复切换这一点就非常方便 这个设计体验绝对是很好的 建议各大厂家可以学习这一个小细节 在IO接口部分 机身右侧有两个USB-A接口 以及一个支持全尺寸的SDXC读卡器 左侧有一个USB-A口 一个USB-C口 和一个3.5mm音频二合一接口 尾部则配备了一个DC电源接口 一个RJ45的有线接口 一个HDMI 2.1接口 一个全功能的USB-C口 这些接口数量其实算得上很丰富 但只有一个10G的接口 并且也没有提供雷电式或USB-4接口 考虑到Vocal NS的售价 这点缺陷对它的吸引力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不过屏幕开合的体验就非常不错了 Vocal NS的开合阻力做得非常好 而且也很稳定 最大可以开到180度 无论开到哪一个角度 都能够立即停止撇保时稳定 不会出现摇滑的情况 这种体验非常棒 大致介绍完Vocal NS的外形与外设规格后 现在来具体和各位分享它的性能表现 这一次的所有测试均与Turbo模式下进行 以确保它的性能可以完全获得释放 在Cinebench R23跑分测试中 Vocal NS搭载的i7-14650Hz处理器 在单核跑分达到了1938分 比起上一代的i7-13650Hz提升了4% 虽然提升不算很大 但与新一代的Ultra 7-155Hz相比 显然还是领先一些 然而多核心跑分则是进行了15轮的选换测试 第一轮跑分达到22597分 而之后逐渐下降 最终稳定在21000分左右 整体工化方面一开始能够跑到140W的水平 但逐渐下降并最终稳定在110W左右 温度方面则是维持在95度的高位运行 因此长时间满载使用来说可能会对CPU的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接着来看看3DMark跑分测试 搭载了RTX4060 8GB laptop的Vocal NS 在Stand Spy基准测试中获得了11,073分 而在Fire Strike Extreme中则是获得了13,548分 相比起其他同样搭载RTX4060 laptop的笔记本来说 PocoNetX的表现当属不错的水平 再来看看PocoNetX的实际游戏表现 在大型3A游戏中 同意使用2560x1600分辨率并开启最高画质特效后 大部分游戏的表现都能够保持在流畅的水平 除了一些压力较大的游戏 比如ScipoBG 2077 在这些游戏中可能会有稍微的性能压力 我还拿某家常规大型游戏本进行比较 同样也是搭载了RTX4060 8G laptop的显卡 PocoNetX由于在TurboMood下对RTX4060进行的轻微招屏 因此最终表现不仅不逊色于体积更大的常规游戏本 甚至在所有对比测试中都略胜一筹 此外由于RTX40系列显卡搭载全新的DLSS上采样技术 以及独家的补质与光线重构技术 比如在ScipoBG 2077中 开启了2560x1660分辨率以最高刮追设定 同时开启DLSS3的补帧技术和光追重构功能后 平均帧数能够达到59帧 甚至比起不开启光追时的50帧更加的高 我还提供了关闭光追开启光追 以及补帧光追重构功能的画面差异供大家参考 在电竞网游的表现中进行了1920x1200P和2560x1600P分辨率的测试 i714650HS搭配RTX4060的整体表现都相当不错 对于那些斟酌选择RTX4060或RTX4070显卡的朋友 这次的测试结果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标准 看完了新闻分享 接下来就是来开机看看内部的情况了 拧开地面的所有螺丝后 可以看到整体的散热模组规模 采用了无热管外胶双涡轮风扇的设计 在单烤FU测试下,CPU的平均功耗为102W CPU Package的平均温度为95度 已经撞上了温度墙 频率方面,P核为3.6G,E核为3G 在加入显卡进行双烤测试后 处理器和显卡的功耗分别为50W和115W 总和165W 此时CPU Package平均温度为86度 频率为P核2.4G,E核2.2G 显卡核心温度则是84度 频率大约为1965MHz 这个温度表现相当极限 导致表面的温度稍微失控 键盘上方的温度达到了50度 高温表面面积区域也并不小 在键盘上方可以明显感受到的高热 这里我也提供了双烤10的照应表现 提供大家做参考 底部下方是最大的99Wh大电池 在PCMark10的续航测试中 获得了7小时17分钟的续航表现 这个续航表现还算可以接受吧 记忆体内存为两条Inray DarkQuesture的16GB DDR5 5600MHz 读写与延迟性能表现与常规同规格一致 内置于偏金斯顿MV2的1TB SSD 虽然是PCIe 4.0程式规格 但实际读写性能只有3500MB和2100MB每秒 而这个速度实际上只达到PCIe 3.0程式的标准 并非高端的PCIe 4.0程式的硬盘 好在伊犁哥官网支持自定义硬件选配 因此硬盘可以另外自行选择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大 在上方还有一个空闲的M.2插槽 支持PCIe 4.0程式 并且自带散热片覆盖 无线网卡则是支持WiFi 6.1的Intel AS211 也算是目前主流的搭配 而且AS211的无线网络稳定性还算中规中矩 再来是音响了外放 这里我就直接放出外放测试片段给大家参考 最后我想花点时间来和各位单独聊聊伊犁哥的软件 除了模式切换和自定义灯光调整以外 有一个功能我觉得非常不错 那就是自定义性能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你可以自定义最多三种模式 每个模式都能够调整CPU和显卡的功耗上限 最重要的是可以独立设置风扇曲线 分别针对CPU和显卡的温度 这意味着你可以在稍微不牺牲性能的前提下 获得更好的噪音表现 我这里也进行了Turbo Mode对比自定义风扇曲线模式 在3DMark Time Spy测试中的噪音也是给各位参考 不出意外自然是我的自定义风扇曲线模式 有着明显更好的噪音表现 而最终的测试成绩总分仅有10%的差异 这里性能差异换来如此良好的噪音体验 你们又会怎么做选择呢? 而且我只是随意调整了自定义风扇曲线模式 如果愿意花点时间去调整 选择最好的性噪笔曲线 那么估计性能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 因此我非常鼓励笔记本用户尝试一番 此外在软件内还提供了这个CPU Advanced Performance Manual的功能 开启了之后就能够在Bio解锁CPU的隐藏进阶功能 这边就能够进行和桌面电脑一样的各种降压调整 包括像是CP和UVP以及AC-Lotlight等调整都能实现 非常适合那些喜好折腾的玩家 也是目前市面上较早笔记本能够提供的隐藏玩法 当然具体的详细调整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小白用户可以在AC-Lotlight选项这里设置AC-DC-Lotlight的预设 默认是Level2,再调整是Level3之后再次跑一趟Cinebench R23 分数从22000分左右直接上涨到25000分 性能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而Elega在原厂软件中提供的这样自由调整的功能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分享完所有的体验后 我总结了Elega Vulcan NS的优缺点 最大的优点就是机身质感与外观设计相当的出色 并且在如此小的体积内配备了强劲的硬件规格和性能 以及在一些细节体验上也有不少的改进 例如自定义性能模式和良好的风扇照应表现 以及模式切换灯光提醒 不过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在高负载使用一段时间后 机身表面的高温会很明显且发热面积较大 而再来仅有一个10G的高速接口 不太符合这一款笔记本的定位 最后就是它的价格较高 其实售价为7599令吉可能会让不少人却步 个人觉得价格还有一定的下调空间 最后总结 Elegan Vulcan NS这一台笔记本电脑确实让我倍感惊喜 在维持了轻薄机身的同时还做到了相当不错的性能水平 同时有着还不错的续航体验 只是无奈它的定价还是有点高 所以应该还是会有不少人和我一样 在对这一款笔记本感到惊喜的同时 看到售价的那一颗又有点遗憾 我是觉得目前这个形态的笔记本电脑既满足了 轻薄也满足了性能 理论上它的受众群可以是非常广的 如果Elegan想要借助这一台笔记本稍出重围 或许还得在定价上做点功课才行 以上就是本次关于Elegan Vulcan NS笔记本的体验相关内容 非常感谢Elegan提供他们家全新的Vocal NS笔记本让我进行评测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铃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